为了让失业儿少能稳定就学 中益基金会推动幸福欢聚来助学计划 呼吁社会大众响应捐款 就可以获赠苹果剧团亲子聚门票 活动中也特别邀请江洪杰担任爱心班长爱心挥拍 进行助学挑战 开始了吗 开始 好听着练习练习 对这个刚刚就是练习 我懂我懂我懂 好好那我们现在真的要认真 要正式开始了 我们再次掌声一起来陪伴小杰 来进行我们的武力的挑战 加油 差一点点 没听大哥大姐时间够吗 是不是太快了 真的很棒 各位刚刚我们的五个童子分别代表了五个力 而小杰透过桌球 没打进一颗球 也代表着我们募得了两万元的教育基金 所以刚刚小杰共为我们募得了新台币十万元 那其实小杰除了担任我们的爱心班长之外 其实他平常就身体力行 有直接来捐款给我们的中益基金会 一直以来都是我们中益基金会的常年支持的我们的好朋友 那我们也趁这个机会让小杰来分享一下 就是说假设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如果大家都想要跟随着你的脚步一起来做公益 有没有一些简单易达成的公益的方式 你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最重要的真的还是捐款 因为就是现在不管是小孩子的陪伴 或是小孩子可能会遇到上学的一些压力 我觉得捐款是对他们现在发展 在学校里面是最重要的部分 这我很好奇 刚刚小杰提到说 在家里的时候跟两个宝贝相处 除了姐姐会督促你一些生活的规矩之外 我觉得跟孩子相处一个很可爱 应该你常会遇到他们要求你 比如说要扮演一些卡通人物吧 没错 没错 现在基本上就是 在家里我不是一只鲨鱼啊 那不然就是恐龙啊 那不然就是他们现在很爱看卡通的一个角色 通常都这样 就是我要演鲨鱼去咬他们之类的 追他们之类的 比如说爸爸演鲨鱼 然后你就要演鲨鱼 爸爸演恐龙你就要演恐龙 对不对 所以你在家里就还要扮演着 这多重不同的角色 最佳男主角这样 其实小杰我跟你分享 现在不用这么辛苦 因为刚刚我们说 其实捐款是最实质的一个方式 那今年我们也启动了一个亲子剧场 然后里面也有很多的角色 我觉得呢 当然因为现在可能疫情的关系啦 可是我觉得有机会 大家一样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认票 那当然也邀请小杰有机会 也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欣赏我们的剧场 或者是透过我们的线上小额捐款 就像小杰分享的 宣款是最实际能够对这些失忆而少 能够给予最大的帮助 其实孩子的教育费 我觉得社会大众来参与有很多的方式 比如说像学期快到了 有些时候孩子需要一些文具的用品 然后社会大众可以捐物 那上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些专款的补助 不管是金额的多寡 小额 或者是说能够做一些定期定额的赞助 当然其实在这一次我们7月30号 有一个儿童剧 那他的票价包括500跟800 那我们也希望说社会大众可以邀请自己家中的小朋友 在暑期的时间 一起来参与这个剧 因为在这剧的过程当中 除了提供给孩子一个很有趣的剧欣赏之外 其实在里面也包含了很多关怀的元素 那会发起这样一个亲子剧的目的性 其实也是希望透过家人跟我们的小朋友 在观赏剧的同时也能跟孩子分享 哇 其实这样的一张票 不仁仅有的多寡 其他都能够帮助跟他同年龄的孩子 享有一个旧学的权利 甚至有一些多元才艺的发展 其实参与的方式就是我们有分500跟800 那您只要捐款 那除了所谓的捐款收据 照会得到票捐 当然其实这个目的性也是希望在暑假的期间 我们创造一个亲子共享的时刻 一开始我当然就是知道失忆而少嘛 对 就觉得就是失去家庭 就是孩子的这些就是依靠嘛 那一开始就是很想帮助他们 那真的主动去了解的时候就觉得 哇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两个孩子的爸爸 就所以就是比较有同理心 然后可以去理解小孩的需要是什么 所以就是全力支持 就是希望把这就是希望 这部分的就是比较需要帮忙的小朋友 希望可以给大家知道这样 长年支持中益基金会的 大臣宝金爱人家族团队 也力挺幸福欢聚来助学计划 多年来也积极参与华龙洲比赛 运用奖金来协助中益基金会 大家很高兴我们的爱人家族 永俊通信处的双生智副总的引荐 那我们大臣宝金有机会参与这样的公益的活动 我们持续的参加 我们发现我们的爱 因为我们永续爱人家族的努力 我们一年比一年更成长 我们希望我们大臣宝金 能够跟着中益与卫院 中益这个集团 能够一起持续下去 我们把爱一直延续下去 因为我们爱人 人家也会爱我们 所以说大臣 在一个社会 各个需要我们的角落 我们都在 而且我们不但在 我们这些成员越来越多 我们越来越多的所有的爱人家族的成员也越来越多 所以说我们更有能力照顾到全台湾需要我们的角落 不只是中益与卫院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开端 那么我们出人 有人的出人 我相信我们在做这些勇士 都不是划船的高手 可是他们是因为这股爱的力量而下水 听说去年还翻船 这个船还没开 划两下就沉船了 这个冒着生命的危险 为我们这些儿童而奋斗 相信我们的奋斗的力量 可以持续 持续到我们这些所有的小朋友 为社会贡献的力量再度的加进来 这个爱的循环 不断的循环 那2014年一个因缘机会之下 我们发觉到小孩子这些 他们的一些的状态 没有办法像正常的家庭一样 可以有就学以及学习的能力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发觉到 我要来做这件事情 就是赞助他们教育学费 那这件事情开始我就觉得 因为这个教育只有让这些小朋友 他在人生未来有翻转的身手 从这时候就开始一路滑一路滑 我们就滑了九年了 那这九年过程之中 真的很感谢王董以及董阳 大臣宝金给我们这样的平台 可以让我们去发挥这样的爱心 那更要感谢就是这个影片里面 所有的勇士们 就是我们这一群的勇士们 这些勇士九年来 不管男与女 甚至去年我们受到 基隆和的洗礼 因为整个都翻转 而且整个比赛那一组出去 全部都翻转 因为十月真的是秋高气暖风很大 那经过洗礼之后 我们发觉到人生有更多的事情 可以这样让我们做得更多 所以我们秉持着这样的理念 我们会继续的这样 继续的走下去 继续帮助这些的失散 还有这些想要学习的小朋友 继续募集他们的教育学费 因为这一次中医基金会 其实照顾弱势的十一孩子 那常年其实像现在 就是在就学的阶段 还蛮需要孩子的一些教育的经费 那这次邀请到江洪姐 担任我们的爱心大使 就是我们的爱心班长 其实他本身也是两个孩子的爸爸 其实蛮能够感同身受的 那在这次活动当中 也希望因为疫情 其实在公益团体的募款 一定是衰减非常的多 那我们希望透过社会大众的力量 来帮忙募集孩子的教育费 包括幼儿的学费 国小国中阶段 还有甚至高中阶段 因为孩子大部分都是念 记者体系 其实学费相对其实相当的高 那我们也深信 其实透过教育的力量 有机会让孩子做这样的 一个人生的翻转 也有机会争取他们 未来人生的机会 整个现在目前来讲 我们大概募将近100万左右 其实说实在 其实大家大概三成而已 那当然其实我相信在 因为疫情我们也都力挺 也希望能够共体 这样的一个困难 当然也希望呼吁社会大众 让这些弱势的孩子 在往后的这个就学过程里面 能够有足够的资源 来陪伴这些孩子 中益基金会指出 由于进入安置机构的 师一儿少 冤有四分之一 有后天家庭功能不全 资源贫乏的情形 因此往往学习表现力 低于一般儿少 甚至对于未来发展 不抱有期待 因此中益基金会 将以补足知识力 自信力 自主力 表达力 及社交力 等五种能力 来启动孩子的超能力 期盼社会各界 共同来响应捐款 帮助师一儿少 幸福上学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